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要令人记忆深刻 需要有足够的功力 既要做到尊重角色的规定性 又要做到超越角色的有限性 以此展现自己所扮演人物的鲜活性和丰富性 我不是要神中 七十岁的老演员韦青 在短短几分钟内塑造了一个身患白血病的老太太形象 转足了观众的眼泪 升华了电影的主题 在《狼牙榜》中也不乏这样的角色 己王爷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是老皇帝最小的弟弟 试取公子 诗酒风流 胆小不冒头 内心正直善良 多一如老皇帝 对他也毫无防备之心 演员在塑造人物上下了大功夫 他也并非第一次饰演老顽童之类的角色 在《射雕英雄传》周伯通的扮演中 为了突出人物性格 会选择歪着头表现老顽童的狡诈与老小孩的一面 而在《狼牙榜》《己王爷》的扮演中 他设计了长望 停顿 眯眼 挺身静力等诸多细节 这季表现出己王爷风花雪月的一面 又表现出他形式谨慎 思维缜密的一面 大致若鱼的形象悦然心中 如今 宁文彤在行业内已经独当一面了 2021年 他主演了两部电影 《志爱2026》和《梦境桥家人》 不久前刚刚杀青的国家广电总局重点电视剧 也是许多剧迷非常期待的《县伟大院》中 宁文同事主演 二 皇帝 丁永代是 《季王爷》的哥哥老皇帝 也可以称得上这部剧中的演技之罢了 剧情前期就把一个皇帝的多诣 权衡 自私冷漠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重申旧案中更是将情绪爆发推向了高峰 这可谓是全剧最精彩的一出戏 首宴上 他无法接受一直以来讨好自己的臣子 没有野心的弟弟妹妹 一向清心寡欲的静妃儿子 深入浅出的言喉在此刻将矛头都对折了自己 无法接受所有东西都超出自己的控制 演员为了演好这出戏 脸憋得通红 气得嘴唇都在抖动 这份抖动还不是身体的抖动引起的 是因为生气 嘴唇不自觉的抽动 这是完全把自己放在了曾经高高在上 现在退无可退的梁王身上 谁让你们这样来对朕 就是他无可奈何后的抑郁 也是下定决心后的泄气 演员离开大殿时 步履放慢 英雄迟暮后的无可奈何之感 透入人的心脏之中 也十分符合角色当时的心境 丁永代在《狼牙榜》中的优秀表现 也让更多制作人 导演发现了这个宝藏演员 今年初的大热剧《人世间》中 丁永代作为主演 饰演了周志刚一角 大获成功 三 演侯 王静松是 《狼牙榜》十分擅长通过配角的出彩 突出作品的非主题性深刻 最有代表性的英属演员王静松 饰演的延侯 这部剧拍摄时 王静松已经和别的剧组签了合同 但是由于舍不得这么好的戏 就和导演组商量 因此他仅仅在组十天时间 用十天时间完成了文士风骨的 延侯角色的构造 塑造了一个外冷内热 胸怀天下的文人形象 王静松的确适合演这样的角色 从军师联盟到破冰行动 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 所演的角色离不开两个字 儒雅而有心计 有些人可能会说 他只会演这样的角色 其实不然 比起大明王朝1566中的杨金水 狼牙榜中的王静松的台词 多了几分持重沉稳 字字铿锵有力 再比起血色相吸 王静松去掉了文人的怯懦气质 腰杆挺拔 温和儒雅 谈吐间都是风骨 十分符合言喉外冷内热 感为天下的文人形象 如今的王静松 在业内的地位 早已和七年前大不相同 狼牙榜后 王静松收到的剧本越来越多 七年时间 他参与拍摄了54部电视剧 8部电影 现在提起王静松 很多人已经把他归为了老戏骨遗类 四 景飞 刘敏涛事 这几年网上对刘敏涛争议很大 有人说刘敏涛在狼牙榜之后在吴家座 有人说他过分注重技巧 而忽视情感 演技过于油腻 不可否定 的确存在这种情况 生活家中几枚弄眼的演技 确实给大家带来很大的阴影 所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他在狼牙榜中演技过于突出 观众对他的要求起点太高的缘故 景飞这个角色 温柔克制 大气有条理 既要像节语花又要有王者的霸气 这就意味着对演员的长相 台词 演技 感悟能力 角色把握度要求很高 刘敏涛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先说说台词 刘敏涛放慢自己的语速 加重自己的语气 字字坠地 铿锵有力 为景飞灌入温柔有力量的因素 再说眼神 有一段演技的高光时刻 就是在景飞认出梅长苏就是林书的时候 刘敏涛是如何演的 特写中景飞替梅长苏把脉的手都在微微颤抖 紧接着就是一阵长望 身体稍稍前倾 欲言无言 万千的疑问 万千的心疼都从双眸里流转出来 刘敏涛的确是技巧性演员 无论是台词还是体态都是同龄女演员中的佼佼者 这两年他似乎也察觉到自己陷入同类角色的怪圈 走出舒适圈 尝试新类型的角色 最近上演的话剧 俗是其人 也给观众交上了一个满意的答卷 如今的刘敏涛早已是刷爆九十 00后朋友圈的存在 2020年的双十一晚会 助理他直接登顶顶留为位置 2022年影视行业不景气 刘敏涛却手握六部主演的电视剧 凭电影再见吧 少年 提名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人生已经达到巅峰了 5 秦波者 王欧是 秦波者是欲王谋士 高挑的眼线突出了角色的艳丽 智慧 充满心机 在欲王的夺地路途上 发挥着重要作用 听说这是演员自己所做的设计 在狼牙榜一眼难尽的女性 浮化道上的对比突出下 成为一抹亮色 而她也确实利用自己的智慧才情 实现自身报复 影响朝堂之争 如果没有主角 达成心愿的可能就是她了 狼牙榜播出后 王欧被国剧盛典提名 最受欢迎女配角 开启了她事业的另一个巅峰 如今的她已是两次登上央视春晚的女艺人 实力不容小视 六 谢玉 刘亦军是 刘亦军可谓是反派专业户了 猎狐中的玉面狐狸王百林 远大前城中的张作霖 每一个都让人恨得牙痒痒 狼牙榜中饰演的也是一个最新权谋 玩弄人心的大反派 宁国后谢玉 然而很多观众在看完狼牙榜后表示对谢玉 根本恨不起来 即使剧中的她是作为反派出现的 她的高光点主要集中在二十集到二十三集之间 景瑞生日宴 猴府对峙 家庙双人戏 牢中自述 城外送别 每一个片段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生日宴上 大名鼎鼎的宁远侯 风光无限的宁远侯二十多年隐藏的秘密 被当着众人说了出来 自己不愿意揭开的伤疤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揭开 刘亦军一回头 把谢玉二十多年的不甘 气氛 委屈全部从眼神中流露出来 观众马上供情道 谢玉宁愿自己家族倒塌 声名狼藉 也不愿意受到这样的侮辱的心情 何其厉害 还有一出戏 是在牢中 胡歌饰演的梅长苏与谢玉的对手戏 刚开始只是紧闭双眼 默不作声 发出轻笑 不可知否 在梅长苏提到下江时 怒目而逝 起身反驳 在说出事情真相后 又演绎出人在秘密被揭露后的恼羞成怒 脱离之感 梅长苏走后 无力地坐在地上 每一步都恰到好处 符合人物的个性与心理 将谢侯爷成王到败寇的落差心理 渴求一线生机的侥幸心态 满足自己目的不择手段的偏执 展现的淋漓尽致 其实原著中的谢玉 就是一个为了诠释不择手段的小人 刘义军在中间添加了很多细节 使得人物更加立体 更能引发观众共情 不能不说一句 刘义军老师YYDS 如今的刘义军可以说是人尽皆知的存在了 一步扫黑风暴 一步开端 已经说明了刘义军的现状 七 玉王 黄维德是 玉王应该算是狼牙榜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人们 自卑又自负 觉得自己运筹帷幄实质上很容易受到影响 表面证人君子实际上多亦蛮横 这就要求演员足够重视细节 也要求演员心中有度量 因此想要把玉王演好并不容易 但是饰演玉王的演员黄维德做到了 他曾演过很多深入人心的电视剧 《精华烟云》 《大唐游侠传》 《流星蝴蝶剑》 都是90后 00后的童年回忆 然而却因为和伊能静的牵手们一度被血藏 所幸 黄维德也没有因此懈怠 在配角领域一生辉 全剧最佳应该就是 玉王谋反失败被抓的那场戏了 他被关在笼子里 得知当年真相 歇斯底里的质问梁王 不甘于任命 固执与妥协 困兽一般 如此矛盾的特质 竟然从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 实属不易 如今的黄维德 虽没有上几位演员那么红 但通过《狼牙榜》 他确实突破了事业屏障 配角专业户开始收到 多部主角剧本的邀阅 2016年主演 开丰府传奇 2017年主演 反恐特战队之猎影 2019年主演电影 新包青天之血 筹骨 如今又有历史纪录片 《风云战国之枭雄》在映 很是受资本的宠 这些狼牙榜中的配角 和主角一样令人难忘 其实 剧中的每个配角都值得推敲 老顽同事的燕大夫 为爱抛弃理想的四姐 皇帝身边的高功果 他们都有自己独有的形式价值观 由于篇幅问题 不能一一概数 正是因为他们认真出演 认真塑造 才成就一部优秀 有品质 有良心的电视剧 也给现在很多电视剧的制作 提一个警醒 电视剧好不好 看配角质量 在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中 配角有时候比主角重要 只有配角不把自己当配角的时候 这个角色才会成功 简言之 无论是演什么样的角色 扮演什么样的人物 都要把握好专属的人物坐标 为角色主义 代替为金钱主义 才能提高当下电视剧的质量 满足观众的愿望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